这次最主要是我们为了要让更多的民众 了解到我们中部地区原住民的管社 他们平常的运作情形 还有他们在办理的一些活动 让民众更加了解这些管社 他平常的一些运作 最主要就是要让大家能够更进一步 透过小旅行的方式 对原住民文化还有原住民的地方文化管社 有更进一步的了解 今天我们带领学员来到我们原住民生活馆 认识到我们各个族群的乐器 然后让他们动手体验各个族群 在演奏时候会使用到的族宗或者是口黄琴 等各式各样富有原住民族文化特色的乐器体验 那今天也是结合我们的昆虫物语特展 由王国伟老师及林文奎老师的昆虫物语特展 来做一个陶碑制作课程 让民众了解到原住民族文化的特色 那我们这里最主要是欢迎各位来自不同的区域的朋友 能够了解台中市有这么一个唯一的文化馆 那我们文化馆有特展 有记忆活动 有传统手工艺活动 然后我们还有很多的文化的讲座 欢迎大家能够来到这里体验不同的原住民的绿与美 今天很高兴可以带领我们来部落参观的游客们 当你们认识我们台中市和平区双齐部落 今天特别带他们来看我们的传统族屋 还有我们的部落巡礼 还有我们传统的一些器具 包括背蓝 还有男孩子狩猎时的背带 还有我们女孩子最精湛的手工艺就是织布 那也欢迎大家能够继续来关注我们原住民的文化 让我们原住民的文化可以让更多的人知道 让我们原住民之美也可以分享给我们每一个人 今天带学员来到台中作家典藏馆 参观我们瓦利斯诺干老师的特展 那瓦利斯老师呢他是一个原住民作家 那他希望呢他自己的展览他的文学 不只是代表原住民代表泰雅族 他希望可以代表台湾 然后希望能够让他的文学力量呢在整个世界中展现 那瓦利斯老师呢他是一个非常多产 而且非常作品非常丰富的作家 而且他的作品呢都非常有浓浓的原住民的氛围 而且也非常的反映出台湾现代人的那个心境 我觉得真的是一个文化之旅啦 这个小旅行跟以前朋友们参加的小旅行可能不太一样 这个好像比较有深度啦 我是觉得说来参加这个可以让我认识一些我以前所不知道的东西 我觉得他形成很棒的地方就是他第一个先到那个原住民的文化馆那边 那我们了解到很多原住民的一些编织的文化 还有一些和那些手作串租的一些手作体验 那我们下午的话我们来到和平区的自由底的双齐部落 那我们这边看到很多他们的一些柱麻 他们的一些柱麻怎么去做制作那个笼子的一些包容的状况这样子 所以感觉到学习到很多